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大家是不是今天觉得很奇怪 我怎么连续出现第四周了 好那当然因为今天的楼主 应该说今天的主持人 此刻正在上海 遥远的上海 因此对不起 就只好小弟来为大家服务一下 好那今天其实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有很重要的件事要跟大家宣布 不是送电影票的事情 是好这个要提供 那个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一个讯息 那今年以来台股累积了不小的涨幅 投资人偏好股息的投资趋势 近年来也持续高涨 统一投信新推出一档 统一台湾高企优选基金 挑选有高股息保护 又有高成长潜力的基欧股 有累积型跟月配型两种级别 可以选择 募集时间是9月4号到9月8号 就快了就下个礼拜三 下个礼拜二一开始到 四五六七八礼拜一到礼拜五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 统一投信的这个官网查诀 统一投信官网 或下0800-018-889 提醒您投资有一定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贡前应祥月公开说明书 好那当然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 会送电影票 然后呢送电影票是什么电影票呢 要先跟大家报告清楚 就是他不是交换卷哦 他是下个礼拜二晚上 那个七点半 有那个一部电影 叫现实引爆 然后呢 一个人会有两张 什么时候开放空音 开放call in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讲 而一个人有两张 有十个名额 然后抽到的 你可以到电台来找我们的 那个柜台美少女来领取 那但是什么时候call in 那个什么时候开放 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说 当然了 今天最终是民国112年8月30号 我刚刚有讲到 我们这个主持人黄教授 现在人在上海 那当然其实今天头版头的 这个几个主要新闻呢 基本上来讲 大概都是这个政治新闻为主了 那第一当然 从联合报跟这个中国时报 他们都有提到一个 IMB的这个祖贤 那个求重型 那因为他们其实这个 IMB的这个事情呢 的确吸了不少金啊 那个金额数量是 这个我这个人 大概这一辈子 几世人都不太有可能会看到这种金额 那当然了 那也有几个现在这个政坛 那个执政党的一些政要牵制的其中 当然到底怎么样 这个要有这个司法来调查 我们在这边不能做任何的评论 然后呢 这个另外 当然了我们这个蒋市长 台北市长蒋 蒋官蒋市长去大那个上海 参加这个双城论坛 这其实呢也是两岸之间 我是觉得有沟通 然后有对话 相对来讲 才能够更加的让这个 两岸之间 不至于误判对方的情势 然后造成一些好 这个是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这个结果了 然后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自由时报 当然自由时报了 这个他的这个前面就说 台湾疫苗成就大突破 高端计转WHO 而且还说全球首例 那你说为什么要计转 如果能够赚钱 如果能够东西很好的话 他会计转吗 我只能这样讲 这是我的怀疑 我的怀疑 我的怀疑我不敢讲 我也不好说什么 我只能说 如果真的他能够赚钱 他能够是好的东西 他能够怎么样 他会计转出去吗 计转出去就等于你捐献了 抖内出去哦 OK好 那另外 那另外一个美加日韩纽澳 好联合演习 六国军舰九月穿越台海 其实说真的了 这个穿越台海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了 那也就是说 当然这些海洋国家 让他们的军舰 那个通过台海 强调他们的这个自由航行权 这我觉得这也是每一个国家 特别在今天的地球上 他们在海军上面来讲 他们所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 所赋予他们的权利 他们当然有权利如是做 但是你说现在在台海两岸情势 如何诡决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时时刻刻 就是说经常能够有持续兵力 在这里的话 那其实偶尔来一次 偶尔来逛一下 那像这个 这个有点像是来这个扩充领地范围的 这样一个部分呢 我是觉得对岸基本上也不会真的很认真的觉得 是一个很值得去注意的这个事情 好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 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聊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美国 从现在 不太供应我们这些所谓的载台性的这样的武器 开始跟大家聊起 什么叫载台性的武器 我们先其实我觉得最要聊这一切的这个当下之前呢 要先给大家看第一张图 好 也要麻烦我们的这个制作人 这个把这个第一张图放给大家 当然如果是听众朋友 没有办法看到我们YouTube画面的 那你可能就经由小弟稍微描述一下 怎么一回事 因为我们知道每天上午9点钟 我们的国防部都会把前一日 共击的动态来跟大家做一个公告 但当然其实今天的攻击动态跟昨天 中午国防部临时公布的那个攻击状态 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他是告诉大家说 有一架大陆的这个BZK005的无人机 在海峡中线最北端 其实大概差不多以位置来讲 是在温州湾外海了 然后呢 他的这个飞机 那个有出海 兜了一圈 然后另外其实 大家要注意到是有6架的歼10战机 6架歼10战机 分别在台中彰化外海 还有新竹外海跟桃园外海 进行这样一个越海峡中线的飞行 而且他这个越海峡中线的飞行 他不是说今天来一下 马上就回去 来一下说回去 并没有这样 他呢 通过海峡中线以后 然后呢 转为东北西南的这样一个航向 也就是跟海峡中线平行的航向 还至少飞了 我看以那个长度来看 大概那个有5分钟左右了 然后那另外也有4架 歼16的这个战机 其中靠近澎湖附近的这一组呢 进到了这个深度 可以说相当的深 其实已经进到我们的左高外海 那另外也有两架 大概差不多从汕头附近呢 进到巴士海峡 然后穿越飞行 然后他当然没有过巴士海峡 那当然另外也有这个所谓的通信对抗机 等等 那这些其实大陆的军机 在这个台湾海峡当面活动 其实相对来说 的确是对我们的这个空防 构成了这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压力 为什么呢 你三不五时来逛一下造咖 对不对 对我们来讲 我们实在是好累到不得不得已 那好 那我们再看看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呢 当然是我们这次在基地开放的时候 这个FCK-1金国战机 这个表演完 那这个时候呢飞行员 有这个现场观众拿了这个国旗 那个飞行员跟地形组员 就把国旗展开 在FCK-1金国战机前面 留下这幅美丽的画面 那个国旗国旗 那个我们爱你 对那而且又跟你可以看到 FCK-1金国战机 基本上来说 是当初美国出售技术 然后在台湾整合成功的一款 这个战机 然后呢 而且它的垂直尾上 也有这个我们的国旗 这样一个图示在这边 那为什么会用这张照片呢 其实也是呼应前面 我们刚刚讲到第一张 因为第一张的这个图 大家看到 就是说大陆的这个战机 那个现在基本上已经 对于北京方面来讲 已经没有海峡中线这回事了 那基本上这个是要感谢 前美国的 这个参议 那个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裴女士 因为他来 所以给了北京一个很好的借口 然后把这个 海峡中线这个东西呢 就此 从北京的这个桌上呢 把他丢到这个垃圾桶里面去了 所以大陆的军机 现在真的是把这个台湾海峡 当造咖在逛 然后呢 也因此让我们的空军 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那当然这个是由我们自制的 这个FC K-1 经国战机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下一张 那当然那是表演完的 这个F-16战机 其实这个话题啊 大概要从F-16战机开始讲起 为什么呢 上个礼拜 其实有一个讯息 那个讯息是怎么一回事呢 忘了也没有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啊 也就是 当时呢 美国 当他们 这个宣布 出售 跟F-16战机 搭配的 IRST 也就是红外线侦测 夹仓的时候呢 其实当时有一个新闻出来 就是说 其实 由于拜登政府 对台军售的态度的改变 所以美方其实本身 不愿意再提供这种 所谓的载台性质战机 那甚至于啊 那个就是有美台商会的这个会长 韩伯如证据还那个透露 拜登政府曾经啊 一度啊 这个考虑 把这个 等于说是收回成命啊 也就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 拜登政府 那个川普政府 曾经宣布 出售台湾 这个66架F-16CD Block 70战机 那川 那个拜登政府呢 其实很希望能够收回成命 但是呢 后来发现 这个案子呢 由于已经一系列这个签约等等 种种过程啊 已经成为美国的这个法案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战机销售 不仅仅只是说 我今天卖了战机 双方签约而已啊 因为我们签约的对象 是美国的国防部 美国的这个国防 呃 国防呃 等于算是美国的这个 由透过这个国务院 跟美国国防部签约 所以啊 这一系列都已经成为好 这样一个法律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你说今天呃 拜登政府想要推翻好 这个法律的话 他中间所牵涉到更多更多的 要把这个法律的这个啊 事实推翻掉这个部分 实在太过复杂 所以呢 最后就 并啊 决定啊 没有说好收回成命 因为你看 其实这已经不是拜登政府 第一次啊 宣布收回啊 这个对台军售 包含之前的 MH-60R直升机 其实这个MH-60R直升机 没有买到 对我们台湾的反潜作战的 这个反作用力啊 还蛮大的 另外当然也有这个M1-09A6 帕拉丁自走炮 那帕拉丁自走炮 相对来说 我觉得就是呃 不可否认的呃 这个拜登政府把它抽掉 还有那么点道理可言啊 为什么就是说 你现在这样一个战场 你需要的这种高机动火炮 那以M1-09来说的话 虽然说他具有这个呃 那个先进的射击好管制系统 但是整体来说 他要能够发挥火力的话 还是要非常接近敌区 那美方认为 他的这个生存性实在不佳 那就因此呢 把他一直就跟台湾讲 你把这个钱省下来 花到别的地方去 那所以最后 那个就把这个 那个军购案抽回来了 但实际上就说 当然你以IRST来说 美国这次宣布好 要搭配他的Block 70战机 卖这个IRST给我们 对我们的空防帮助 其实不小啦 那当然这个IRST 他也并不是只能装在 Block 70战机上 那我相信 由于系统部分呢 他能够跟Block 70 上面的 现在的F16战机系统整合 那我相信 应该跟我们现在 现有的F16战机 也就是我们16AB Block两栋战机 经过性能升级以后的F16V呢 我们官方的型号叫 F16AM跟BM 那个后面的一个括号V 也就是告诉他说 这个是有装这个ISAR 主动电子扫描雷达的 已经跟过去的F16AM跟BM不一样了 因为过去呢 欧洲的这些国家 他们的F16AB Block Block 15战机 以前的这种战机 他们做性能提升之后 也是叫F16AM跟BM 但是他们的F16AM跟BM的这个规格 刚好就是我们的F16AB Block 两栋战机 那我们又做性能提升 就不可能是把这个 人家已经提升过 所以我们要加个V 告诉大家说 我们这个跟前面的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张图 那第三张图呢 你可以看到 那当然是F16战机 跟幻象2000战机 在一起 那个由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组员呢 跟国企一起合照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战机有国企 就真的很美 那这个代表 我们中华民国这样一个国力 那但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F16这个战机 它原本呢 拜登政府是希望能够取消 或收回这个军购 那在这个情况下 就变成说 今天我们台湾 其实我们能面对的问题 第一张图就告诉你 台湾其实现在有非常严重的 就是要面对大陆的军力 我们有非常严重的失衡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对于对岸来讲 它的现金战机数量很多啊 它可以来台湾跟你玩车轮战啊 完了以后就走了 然后可能搞不好 过一段时间啊 可能北部战区来东部战区啊 那个一地训练一下 然后隔一阵子 南部战区再来东部战区 一地训练一下 或西部战区来这边 一地训练一下啊 吸取一些海洋长城训练啊 或深居在这个地方啊 刚好像最近啊 那个动作很多 为什么呢 我自己观察了一下 那前面啊 这个28号那天呢 美国的这个海军的这个学会 也就是US Naval Institute 他公布了一个照片的 那根部一个图就是啊 附近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在哪里 当然第一好雷根号已经回到日本近海 可能是要跟日本啊 做联合训练演习 或者可能应该已经要结束 他今年的这个春季的这样一个巡弋任务了 啊春夏季的巡弋任务 那但是呢 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 这个时候在菲律宾附近 要参加跟美国跟菲律宾的联合演习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连日本的初云号 现在也赶到菲律宾了 所以也就是说 刚刚前面这个自由时报的那个新闻呢 在下个月 等于说美国在这个周边会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演习 联合他在那个太平洋的中澳盟邦 包含加拿大啦 包含澳洲啦等等 会不会在台湾附近进行一个比较大的海上演习 这个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那大陆的军机这么频繁出海 是不是也有像这些海洋国家的这个海军呢 表展现出大陆的这个接战能力的这样一个味道 那好 那其实呢 我们刚刚讲到 由于这个战绩如果不卖 其实对我们呢 要能够有效的应对 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灰色冲突啊 的确难度非常高 为什么会说是灰色冲突呢 就是大陆的军机 那过去 其实最早我们呢好 在节目中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印象 曾经跟大家讲过 大陆的军机在1999年两国论之前 基本上是啊 那个大概只有在沿岸石海里活动 在两岸那个在1999年两国论的 大陆的军机啊 进到了台湾海峡 然后把这个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的控制权 躲过去了 那现在又藉由裴洛西好 访台的这样一个机会 他们又把这个海峡中线这个东西呢 用下笔刹把它擦掉 也就是对北京来讲 没有海峡中线这回事 那接下来其实已经就会碰到的是 我们的这个那个 这个近邻区了 而且其实近来也有大陆的军机啊 在这个近邻区附近啊 活动的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像比如刚刚第一张图来看 但那个在啊 这个桃园啊 新竹苗栗外海的那个四架尖石战机 其实基本上来讲 已经压到我们的近邻区的这个边线上 而我们的这个国防部 每日公布这个每日战报啊 可以说是每日战报吧 他其实呢 基本上是只有一个示意图 就是概略图 他并没有真正的告诉你 大陆的军机真的飞到夺里面 如果像比如说 同样的 我们前天这个图呢 他公布一个大陆有一个军机啊 到花东外海进行这个巡异飞行 我们也是很大略性的 告诉他飞到这边 然后回去了 但如果你看到日本防卫省的 所公布的图的话 你真的会吓一大跳 为什么他根本就在我们那个花莲外海 绕圈圈飞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那当然军方他在这种资料的公布上面来说 他还是要为了不要让民众啊 产生不必要的这个 呃 移据啊 所以呢 当然相对来讲 他讲的也比较简化一点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再麻烦这个 呃 制作人帮我放四号图 四号图呢 其实啊 是我今年在巴黎拍的这个F35战机 其实以我们现在国军来讲 我们现在国军当然是非常非常非常能够希望 不仅仅是只有那个现有的 F6 Black 70战机而已啊 他甚至还更希望能够获得更先进的F35战机 那当然F35战机他本身呢 好有这个ABC好 三种不同的形式 那我们这照片上是A型好 是美国空军型 那其实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获得这个陆战队好 所具备这种短距离起飞跟垂直降落 这样的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好这个如果大陆的这个地对地弹道飞弹 或者长城巡弋飞弹等等 在对我们的这个呃呃台湾发动这个军事攻击的时候呢 然后用这个弹道飞弹洗地 可能先把我们的机场通打烂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F35B战机啊 他是既能够疏散到好这个机场外 然后呢又能够好短距离起飞跟垂直起降 但是呢也不可否认了 我们现在很希望能够获得这类的装备 但是刚刚前面讲到 美国现在那个拜登政府 他本身对于台湾的防卫需求 有一套非常不同的想法跟破坏跟观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其实啊 那个现在对于这种出售这种载台类的东西呢 其实他好像感觉这个呃 动作上啊或是这个批可的可能性啊 都会大幅的这个降低啊 但其实好 不呃我们现在面对大陆的问题 不仅仅只是未来可能真正发生军事冲突以后 我们需要去面对的这种所谓的不对称问题 其包甚至于就是说 现在像刚刚第一张图告诉大家的 大陆的军机啊 这种啊所谓的灰色冲突 或者灰色的这个作业模式 对我们的压力啊 你看像比如说刚刚好 大家回到那大概刚刚大家回想那张图的话 在这个呃桃园啊 跟新竹外海的啊 这个共击活动的话 你说我们的新竹基地 能够不派啊这个战机上去 跟他进行一个并航飞行吗 也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压在我们24海底 近临水域线上 哎现在这个我们的呃制作人非常贴心 又把这张图叫回来 你看你这样在新竹上面来讲 他其实离我们大概24海底的近临水域 大概基本上压着那条线在飞 那24海底如果今天换算成这个呃 实际的这个距离的话 大概差不多你成1.8 哦也就是说啊大概其实大概只有45公里左右 45公里如果大陆的这个军机 他这个时候速在空中速度是大概0.7马赫 也就是时速是大概700多公里左右 那45公里你想想看 他其实可能大概不要10分钟啊就过来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战机就要应对啊 就是说他的飞机上来之后呢 一定要在上面跟他进行半飞 否则的话如果他突然压进来了 哇那我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哎 像上次就跟大家讲这个日本基本上 由于啊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很大 然后呢大日本的飞航那个防空识别区也很大 所以他们现在呢发现如果说大陆的军机 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内飞行已经进到日本防空识别区 但是航线跟航向上没有威胁好日本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话 那那这个日本的纳爸就不派F15战机上来了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但是我们有这个空间吗 我们有这个空间吗 我们没有这个空间吧 对不对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其实呢 我们现在面对这样一个战机遭对岸的这样一个 算是用车轮战制的消耗 而且证据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他上面坚持战机 坚持战机 他如果现在最新的坚持C 大概也跟我们F16 这个性能提升过后的这个AM跟BM 或甚至跟这个BLOCK70战机 可能是在伯仲之间 那所以刚刚讲到美国为什么卖给我们这个 红外线侦测夹商 很大的原因就是 他不仅仅只有这些歼16啦 或是这个歼10而已啊 他还有歼20啊 这个歼20是逆中战机啊 你就必须要设法用原先 你可能啊 那个不是用雷达的方式去把他们找出来 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防空的压力来讲啊 空军所面对压力最大啊 同样的对新持续的这个新战机或是足够的那个战机数量也是最要求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今天我们的战机数量不够或战机的这个妥善率不好 大陆军机多来几趟就发现哎怎么搞的台湾这个呃上来这个军机啊数量越来越少啊 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可以算出对台湾啊空我们中华民国空军战机的这样一个消耗量 什么时候是发动作战的时机 好那这一期呢 那个现在讲到这边呢 那个我们休息一下啊 广告过后再来那个今天进行我们的主题 要送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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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的来啊 讲我们今天主题 那要麻烦我们这个制作人帮我们放第五张 那第五张照片呢 是怎么回事呢 第五张照片我想去年汉光38号演习的时候啊 其实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操演 那这个操演呢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我们在花东外海进行一个海空综合操演 而且呢是由我们的这个蔡总统啊进行清教 那这个是我们早上在啊海军的既得级驱逐舰登舰以后 看到啊出航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船要先后推嘛 然后那个脱离码头 看到当时蔡总统的坐舰啊 18动摇也就是我们的基隆号驱逐舰呢 在那边 其实啊这次的这个新闻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说啊 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新闻 就是美国他本身啊 原本以我们的基隆号驱逐舰来讲 我们基隆号驱逐舰 他的前身是伊朗跟美国啊 所定制的这个大流士啊 往常的旧的这个驱逐舰 那当时一共定了四艘 这四艘驱逐舰 他是啊美国海军的啊 这个史普鲁恩斯基驱逐舰的防空版 也就是说他整体来讲跟美国的史普鲁恩斯基基舰啊 在外形上来说非常的接近 但是增加了区域防空能力 那这个船在美国海军服役了大概1920年 那为什么只服役了1920年就除役呢 并不是说这个船不好 而是在当时来讲 美国海军的这个防空舰啊 做了一个非常革命性的一个作为 就是他所有的防空舰全面的神盾化 神盾化就是好 那个船上他不再用这种旋转式的天气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呃 技德级驱逐舰就基隆级舰 然后他上面啊 有这个旋转的SPS481的这个雷达 那这个雷达呢 他本身还是要靠旋转的方式呢 我记得上一分钟25转吧 还是30转忘记了 反正就两两到三秒一 那两秒钟左右一转 然后呢 等于说啊 你啊还是要靠旋转的方式来维持 他这个资料更新 但是呢 呃神盾键来讲 他就是四面固定的这样一个雷达 那他好每一面可以涵盖120度角 那你说四个面不就480度吗 一圈不是360度 哎两面天线之间还要重叠 所以他就完全不需要去转动天线 他可以对目标形成一个连续性的 呃这个 那个那个就是监控的这样一个资讯 那现在对我们来讲 其实当初我们就是非常希望 美国能够提供我们神盾舰 但美国人就觉得 你连这个SPS48 这个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的这个船 都还没有了 你就先玩玩这个吧 而且呢 今天啊 我们为什么需要像这样 那个具有SPS48的这样雷达的船 今天我们台湾哦 好我们的防空雷达战台 基本上来说大概都在高山上 但是你说这种高山上的这个防空雷达战台 他有个很大的问题啊 他没有脚啊 虽然说以现在来说 军方好做了一个 非常权益的方式 就是让这些 好战管雷达的雷达呢 他其实都是机动式的 他是放在一个那个球体那个罩内 那如果有状况 他其实可以把他拖动 又用拖车方式把他拖走 但如果对方开始在攻击的时候 对你这个发动 那个空中的这样一个打击 用弹道飞弹或寻衣飞弹 这个时候你的雷达 在拖动的过程 你能不能那么快的 就把他拖离 那个雷达部署的这个球体里面呢 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假设 一旦遭到攻击之后 我们的这些防空区域雷达 会迅速的遭到对方的这个压制 那压制以后 你的防空的这个雷达没有了 你怎么打防空作战 这时候就要像继德舰来担任海上 他重新 因为他的这个半径很大 两条船一南一北 基本上就可以把整个台湾的 这个防空所需的雷达影像 重新建立起来 那但是呢 现在一个问题就是 美国他以目前拜登政府的情势来看 他可能不会再提供你下一个阶段 我们所需要的这样一个神盾舰 看起来的确希望不大 虽然说现在这个美国有 这个总统极其授权法案的PDA 那其实这次的PDA里面呢 就有很多我们需要的东西呢 其实呢 以我们现在防卫上面 所急需的这些物品呢 他并不见得有提供 譬如说 我们的这个E2阴眼预警机 上次摔了一架 那少了一架阴眼预警机 对我们的防务措施上面来讲 其实影响非常大 那另外其实就是这样神盾 那个神盾舰不提供 所以那美国既然不提供神盾舰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必须要对这些 其实已经非常资深的既得极区物件 就基隆极件呢 还要继续做一些性能提升 其实当然了 你说这个性能提升能够提升到哪里去 那当然主要可能就针对内部的这个电脑 然后线路 然后做性能提升 让他能够那个运作的速度 比原先的这个速度更快 然后能够来达成这样 现代战场的这样的需求 但如果说能够好 让我们现有的这个军舰 或我们现有的这个载胎 能够提升到更好的神盾的这样的水准的话 那我觉得当然是更好 但是其实以现在的这个短时间来说 我们我个人来看 这个希望可能不大 那第六张图呢 就是我们中华民国海军 其实非常希望获得的这个神盾驱物件 但这个神盾驱物件 很显然的 那个目前在短期之内 并没有办法寄这个既得舰之后呢 成为我们海军这个非常重要主力 当然因为有一说 就是说这种既得 那个美国的这种神盾驱物件 它非常的昂贵 正至于它的作业维持费 也非常的高昂 这些事实一点都没有错 但它的问题在哪里呢 它的问题就在于就是说 今天我们中华民国海军 跟美国海军在使用的这个数量上 就是操作的这个能量上来说 是差异非常大 以美国海军一艘水面舰来讲 我记得我曾经碰过一个 长津湖号上的一个这个女军官 她说她来到长津湖上18个月 然后在海上有14个半月 这个这种这种操作程度 是中华民国海军 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啦 所以呢 如果中华民国海军 真的接到了这种既得机 这个神盾的巡洋舰或驱逐舰 您可以放心 它的作业维持会 不会像在美国那么可怕 那我们现在再请我们的这个 很识竹人在帮我们放这个第七章 第七章其实当然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之前摔掉 这个E2预警机 那这个E2预警机 它其实跟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 这个既得级驱逐舰 也就是基隆级舰来说 在国防上来讲 它的重要性非常重要 就是它把我们的雷达站 从地面或高山直接拿到空中 而且它直接可以从空中 就进行这样一个空中作战管制 那这架腰那个25-3的这一架预警机 它上次在做训练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次 这个夜间着陆 起过架忘了放 所以整架飞机基本上来讲就爆销了 其实是以我们现在空军来说 我们现在拥有六架E2 C鹰眼2000的预警机 那摔掉一下 感觉是还有六分之五的力量 但是好像鹰眼预警机 这种飞机它有个特性就是 它这个飞机也许你让它飞机维持可飞状态 不困难 但是它上面有非常复杂的 包含像顶上的这个雷达天线盘 里面的雷达 还有讯号处理器 还有各种这个电子作战之所需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坏了 那这飞机你就算能飞上去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的这个预警机 它的妥善率其实并不高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子系统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你只要少一下 其实它所对我们造成的这个损失 可能是一口气掉了大概30%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预警能量就摔掉了 其实这个这样来说 其实一点都不为过 其实我本来也是希望这次PDA的时候 能够比如说美国就宣布 重新从沙漠里面再丢一下鹰眼2000给我们 大家不要怀疑 鹰眼2000在美国已经是一个 在厨艺中的这样的装备 也就是它现在开始主意 不用最新的E2D鹰眼预警机 来替换过去鹰眼 鹰眼那个E2C鹰眼2000的预警机 所以你说如果他美国愿意的话 从沙漠里面弄一下给我们 其实让我们机体上的东西 拆下来装到那架飞机上 对我们来讲帮助是非常大 但这次它并没有发生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第八张图 那个不好意思 谢谢 这个第八张图是上一次 在进行国防展演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面部队 在台北街头的这样一个情景 其实未来如果真的 两岸发生这个军事冲突的话 各位可能你会发现这种地面部队 出现在你我的那个所处的这个住民地 是会越来越可能成为真的这样一个状况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现在 当然我并不认为他所提出的 这个不对称作战的概念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不可否认的解放军 也就是我们共军 现在他本身的硬实力 是已经让台湾来讲 如果一旦发生两岸军事冲突 他的部队一旦登岸成功的话 那直接就会进入到这种所谓的 住民地战斗的阶段 就是向战 就是住民地 就是住是居住的住 民是人民的民 也就是民众居住的地方 所爆发的这个战斗 这个叫住民地战斗 那这个对岸的共军 如果一旦登陆 其实真的就马上直接进入住民地战斗 一点都不用怀疑 所以美方会希望我们能够透过 这种不对称的战术战法 让上来的这个攻击军呢 大量的耗损在这个住民地战斗中 因为其实住民地战斗对于攻方跟守方来说 都是相等残酷的 那当然更对民众来讲更是不一样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以这个大陆的军事力量发展 其实你要能够 把共军完全在登陆前完全消灭掉 其实对国军来说 已经是有点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好那当然为什么mission impossible 那我们就这个先休息一下 等到广告以后再继续我们今天主题来讲 就是说为什么美国现在 在一些重要载台这个那个不提供 而转而去走向这个不对称战斗 我们刚讲到就说对于这个大陆来讲 他们其实要把这个部队如果运送上岸来 我们可能就无法避免的要跟他直接进入住民地战斗 所以美国会希望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时间拖的越长 对于国际之间要能够来协助我们 或是运用国际的这个力量 让大陆呢 可能就此停下来或放缓脚步 然后从这个国际 这个那个那个用国际斡旋的方式呢 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希望就会增大 这是美国的这个逻辑啦 你也不能说他错 不管怎么说 如果万一人家打过来一登陆 我们马上就OK好吧 那就大家就停战吧 那其实这个对于对方来讲 那相对来讲他可能也会觉得这个 是能够让快速收回台湾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好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啊 这个小美01上面写了 起头下来没放就报销了 这么严重 真的就这么严重 因为以像这个飞机来说 其实像E2预警机 它底下有非常多重要的这种征搜的这样一个天线 或是资料传输的天线 那你要是甚至于就是说你万一飞机在那个机腹着陆的过程中 把那个飞机的格框好给弄弯了 像上一次两五栋三机腹着陆就是因为当飞行员发现了 那个起头架没放 想要重新再加油门 让飞机冲上去的时候呢 他机腹已经勾到那个飞机跑道上的一个叫拦截钢篮 就是如果说战机 那个刹车失去作用 他会用像航空母舰的捕捉勾来勾住 但那个钢篮呢就好摩擦到这个机身里面 把飞机所有的格框啊 全部都拉成弯的 就变成说一个格框应该这样 又变成说底下变成这样弯的 那这个时候你这整个机身就报销了 好那我们再请我们的这个 呃制作人帮我们放到第九张图片了 第九张图片这个图片是什么呢 哎其实这个图片是有点机密的啦 啊这个机密的这个图片呢 是去年还前年汉光演习的时候呢 那那时候我们的海风大队啊 把他们的熊二机动的这个飞弹发射车啊 拿出来啊 在某地的这样一个呃海边呢 把它机动部署 他这样部署的一个原因啊 就是啊 你可以看到他有包含举身的熊二飞弹 也有这个资料接收车 然后也有指挥车 他这样的一个啊 那个组合呢 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个机动反制的能力啊 能够尽量散步到台湾的各地 他不见得是真的啊 那个共军从北边来 我们就在北部海岸哦 他其实有可能排 比如说好 那个共军要打西北部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啊 暗制的这些反舰飞弹等等 其实可能是由台湾的东部来发射 干嘛呢 发射过去以后 然后绕过好这个北台湾 再来攻击到这个北部外海的大陆的 这个这个登陆的这样一个舰队 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啊 推行啊 这种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办法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这样一个机动飞弹发射车化整为零啊 出没在台湾各地啊 那当然你现在说啊 无人机这么多啊 你有办法躲得够无人机的侦测吗 因为像我们这些车辆 他本身呢 很多啊 都是跟名车其实有点类似 他也可以好 利用我们那个在全台湾各地广设的 各种隐蔽跟掩蔽的这样的据点 然后呢 让这些车在攻击前才把车突然开出来 所以就是说 当然美国现在是希望啊 大的载台 他们认为你台湾啊 可能要用来发挥效益的这个部分呢 相对来讲难度太高了 那所以呢 他会认为你们要走向这个不对称的 这样一个军事那个作战方向呢 会给台湾啊 在这个作战上来讲 呃 带来更多的时间 因为呢 对于台湾来说 我们很缺乏众生 呃 你我们跟乌克兰完全不一样 乌克兰的这个领土啊 其实比台湾大上非常的多 所以呢 俄军进来 你看即便像俄军现在占了他大概快四分之一的领土 然后双方现在当然正在这个呃 焦灼的这个作战中 但是不可否认的 你进了这个占了百分之四十 或占了四分之一 啊 还有百分之八十 啊 他可以啊 源源不断的借由路上来接收来自于啊 这个西方各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 当然 这个援助有没有效 呃 俄军他们这次把这个防御阵地啊 防守阵地做的非常的这个精巧 啊 那甚至很多地方呢 的确也让这个乌克兰部队啊吃足了苦头 那未来我们有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战场能够经营到 好像这个 乌乌冲突现在这样一个防线上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 啊 你在这个地面战的这个阶段 时间能够拖长啊 对于美方的角度来看 对台湾的这个防卫作战的希望是最大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今天这个最后一张图啊 这最后一张图呢 啊本身呢我想很多好观众朋友或听众朋友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大概都会想猜到我要想要讲什么 为什么呢 这当然其实是这个Google Map一张图啊 你可以看到今天对于我们台湾来讲 那 最近啊经常有一些好这个呃退伍的这个朋友啊 那常在媒体上啊 想说啊台湾呢 我们现在啊面对啊这个大陆的这个军事威胁啊 像比如说刚刚第一张图看到啊大陆军机直接压在我们的那个呃桃园啊 跟新竹的外海 所以这个时候好 我们应该要去把图正中央的那个桃园军机场能够把它重新恢复军用 然后呢让啊这个桃园军机场能够进驻大概一个中队的F16战机 然后呢或者是幻象2000战机 然后呢面对啊大陆的这个那个飞机的威胁时候呢 能够就近啊从桃园就起飞战机 然后进行这样一个拦截的作业 当然其实理想很丰满 但是啊我必须要说现实很无感 为什么其实啊我个人也觉得啊 我们把桃园这个空军基地啊 后来变桃园海军基地到后来的这个桃园军机场 把它废掉 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啊 那当然不是因为说虽然我自己过去啊 曾经并没有在这个基地服役的这个经验 但是这个基地当然之所以啊 把它从这个军用机场啊 变成啊后来变成最后桃园航空城 不可否认的其实跟我们过去啊 一系列从金石到金镜到金翠到最后金光 一系列这个裁军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呢 就是以我们的裁军来讲 由这个陆军这个系统所主导的这个金石金镜金翠案 到后最后的金光案 他是要求好我们中华民国海军陆军空军 按照相同的比例去缩边的 也就是说我陆军裁多少比例 你海军跟空军也要跟着我裁多少 甚至陆军在裁这个相等比例的时候 其实啊他们还很精巧的留下了一些高私单位 但是空军你像比如以空军来说 被裁掉一个连队就被裁掉一个连队 那被裁掉一个连队你就不需要这么多机场 那所以呢也给了后来 马政府想说这个桃源航空城的这样一个开发计划 然后那当然这个桃源航空城的开发计划 对国防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 其实这几年就真的完全显现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大陆的这个海空三七联合登陆突击的 这个能力的增进 现在就变成说好台湾的他上方旁边一点点的 桃源国际机场变成未来共军攻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桃源军机场还是军机场的时候呢 当然首先啊 之前的这些前辈们讲到的 他可以利用这个机场去起飞战机啊 然后甚至你可以看哦 如果你自己看那个Google Map 你会发现这个桃源军机场 他现在你还看到很其他很多呢 旁边有很多那个停飞机的那个机库宝 他数量非常多 如果你在开单那些你放个四架或八架的这个F16在这里 然后每天在各个机宝之间拖来拖去 我跟你讲 对于攻击军来讲 他就必须要试图瘫瘫这个机场 用一整个瘫瘫瘫瘫机场的规模去 那个数量去瘫瘫他 相对来讲你也可以减少别的机场 在第一波被攻击的这样一个那个飞弹的数量 那而且如果你本身如果是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你这个机场本身如果还是在军方控制的话 他本身就可以成一个防空的重要一个堡垒 那敌方在对桃园机场进行三期 特别是直升机机将作战的时候 从这个堡垒直接发射各种防空的这样一个 不管是飞弹也好或火炮也好 都会让桃园国际机场 变成让攻击军的直升机部队 难以靠近的这样一个那个的目标 所以从国防的角度来说 废掉桃园军机场的确真的非常可惜 当然在民航或是航管的这个角度来讲 由于桃园机场它的旁边一点点像你看到 像包含这个什么金阁观光工厂 那个上空啊 它其实就是松山机场的进场航线 在管制上来讲的确桃园机场跟松山机场 它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 等于说是相互之间要去协调的地方 那你中间的塞一个桃园军机场 其实对航管单位来讲 也的确是大幅增加了它的这个 航管的这样一个困难度 但是你如果说从国防的角度来说的话 少了一个机场 对于这个对岸来说 就可以让他们这个对台飞弹准备 可以省却一个机场的这个量 然后另外也让他们对桃园机场 进行这个海空三期 特别是直升机的这个空机将作战来说的话 减低掉这个不少的这个困难度 这些都是整个的这样一个负面影响 那当然现在这个已经促成了 因为像以桃园机场来说 它已经由于周 那个自从从军机场把它除名之后 周边的这个进线舰都解除了 你现在要能够再把它重新恢复成军机场 我个人说了难度非常非常非常高 根本就是不可能是密集 impossible 为什么你要那这些征收的这些地 你要再把这些地兔还给人家吗 难度很大吧 所以桃园机场 Fairwell 拜拜 好那当然 那个并不是说跟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Fairwell 拜拜 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啦啦沙沙又跟大家讲了很多 军事上的这样的议题 那今天这个黄奎博老师呢 在上海 那就祝他一步顺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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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